哈囉大家好我是王仙惠 我從疫情之後就一直在家裡工作 而之間不到三平大小的房間 就成為我創作還有拍攝影片的地方 而這支影片我要向大家來開箱 我自己在家的工作環境 如果你也在規劃自己的工作空間 也許這部影片對你會有些幫助 我的工作室空間很小 長寬是2.7x3.5公尺 不到三平的面積 由於空間非常的小 所以空間的利用就很重要了 也因為空間不大 所以坐在位置上 不用起身就可以拿到各種工具零件 首先這是我的工作桌面 這張桌子是90公分x180公分的超大桌面 可以容納3個27吋的螢幕 電腦螢幕我都是以螢幕架來固定的 可以伸縮調整 需要搭桌面的時候 可以將螢幕退到後面 空間可以更好的靈活運用 延長線我使用的是3D列印鍵 直接鎖在桌上 桌子後方還放了一條燈管 可以照亮後面的牆壁 鍵盤滑鼠我也是使用無線的 這樣子可以方便我在桌面操作 或是拍攝東西 我很喜歡這張灰色的切割墊 拿來當滑鼠墊很剛好 又可以隨意在上面切割東西 螢幕上這個是我最近在測試的電子紙 我用它來製作時鐘 電子紙的顯示效果真的很好 可惜更新的速度很慢 這個小螢幕會撈取網路上的資料 來顯示我家附近的空氣污染品質 而這個螢幕會顯示我的頻道訂閱數 另外這個OLED螢幕是顯示天氣狀況 可以顯示外面的溫度以及房間內的溫度 由於我住的是高樓層 所以風速也是我需要的資訊 風速大的時候開窗非常涼快 當然還有一對我女兒做的黏土 中間這個是BenQ的螢幕掛燈 還有他們出的視訊鏡頭 這個磁吸式的放大鏡真的很方便 螢幕後面就是之前跟JLCPCB合作影片中 所製作的雪花片燈 不過這個燈在使用上有個小問題 那就是在視訊的時候 我的臉也會變成彩色的 所以後來我就加了一個旋鈕 可以旋轉它來調整顏色 轉到底就會變成白光 這個白光可以作為補光燈 效果其實不錯喔 桌子左邊的這個面板 就是升降桌的控制器 沒錯,這張桌子其實是升降桌 我買的是Stanway的升降桌的桌角 我自己再另外買三六板作為桌面 因為通常升降桌沒有配備這麼大的桌面 這有兩成的原因 是因為舊的桌面已經殘破不堪 所以我又再去買一張甲板貼上去 升降桌真的大幅解決我腰痠背痛的問題 這個升降桌是兩個馬達所驅動的 所以桌子的重心不可以歪一邊 我將最重的電腦主機 配置在桌子的中後方 這樣子比較不會傷馬達 但這也有個問題 你會按不到電腦的開機鍵 所以我將開機鍵 拉到桌子前方的控制面板 而這一顆大按鈕 就是電腦的開機鍵啦 右邊這個開關 是雪花片燈的開關 以及剛才提到 要控制顏色的旋鈕 這個開關可以控制 桌子後方的LED燈管 而這個開關可以控制這個台燈 這個台燈是我在學生時期 就用到現在的IKEA台燈 平常都收在這裡 需要焊接或者是細小操作的時候 才會打開拉到前面這邊來操作 然後這是我的遊戲手把架 之前合作3D掃描器的時候所製作的 由於電腦在桌子深處 所以我另外買了這個 可以夾在桌子上的USB Hub 電腦的3.5耳機孔 也連接到桌子的前面 還有兩個我自己做的抽屜 桌子右邊這兩個按鈕 是控制房間燈光的 我房間主要的照明 是上面這個三角形 這是用雷射切割所製作的支架 上面這個看起來很可怕的電容 其實是因為要解決燈光頻閃的問題 這個LED燈電源管理的晶片做得很差 拍攝影片的時候都會有嚴重的頻閃 所以我就自己拉了電容來改善 另外還有這個投射燈 由於我的桌面範圍實在太大了 放上台燈會擋到螢幕 所以就乾脆在天花板裝上投射燈 直接照亮整個桌面 我認為這是最理想的台燈解決方案 這兩個燈光控制的方式 是從蝦皮購買的無線控制器 我將裡面的電路板拆開 3D列印外殼並且焊接按鈕 遙控器加上接收器 不到500塊就可以解決 懶得走去關燈的朋友也可以自行改裝 安裝的方式也很簡單 我自己是參考宅水電的這支影片 接下來是窗邊的雷射切割區 上下則有兩台雷射切割機 上面的是Flux 30W的玻璃雷射管機器 我主要是用來切割壓克力所用的 但它的缺點是功率比較小 切割速度很慢 而且如果你長時間使用 溫度可能會過高沒辦法切割 所以我後來自己改裝這個水冷裝置 就沒有溫度過高的問題了 這個水冷裝置是從淘寶購買的水冷套件 我在設計個外殼加上電腦風扇所製作而成的 下面這台是與X-TOOL合作的D1 Pro 切割木板速度比較快 而且工作面積也比較大 也沒什麼維護保養的問題 是我很推薦的雷射切割機 不過缺點是沒辦法切割透明的壓克力 所以這兩台雷射切割機各有優缺點 也是我平常都會使用到的機器 由於這兩台機器是擺在家中 廢氣排放的問題就非常重要了 所以雷射切割機的廢氣 就必須要過濾之後才能夠排放出去 我所使用的是Flux的空氣過濾機 這台過濾機藏在後面 連接兩台雷射切割機 我只要轉動這個3D鏈的氣閥 就可以控制要過濾打台機器 過濾完之後 透過排氣孔 連接到窗戶的風扇再排放出去 不過過濾器的耗材其實有點貴 我自己有算過使用一個小時 大概需要花30塊的耗材成本 所以如果有大量切割的需求 我還是請外面的廠商來外包 在我身後的也是平常拍攝背景的部分 這是一整面的工具牆 常用的工具零件都會放在這裡 我使用的是IKEA的洞洞板 不過全部的板子跟掛鉤買起來其實價格不便宜 撇除價格其實我很滿意這塊工作牆 在電腦前面只要轉身就可以拿到工具 超級方便 這個是我自己製作的雷切材料架 是參考書局賣紙張的櫃子所設計的 可以放上各種小板材作為分類 而且足夠穩固 旁邊就是我的零件櫃啦 我有大中小尺寸的零件櫃 放上各種的電子零件 螺絲以及各種的材料 如果你也有大量的零件要整理 我滿推薦可以花點錢 購買這款速德的金屬零件櫃 好的櫃子其實可以用很久 而且萬一抽屜破掉或是壞掉 你都可以跟他們單獨購買 裝不下的零件或是不常使用的東西 我都是使用這個整理盒來存放 像這樣子透明的整理盒 找東西跟拿取也非常的方便 反而是這種整理箱 其實就像黑洞一樣 放進去的東西非常不好找 所以我不常用的零件才會放到大的整理箱 牆壁上這幾幅畫是我畫的壓克力畫 原本當初有想說把所有的電子零件都畫出來 但畫了幾幅就懶了 而這些畫剛好可以拿來做為我拍攝影片的背景 這個整理電線的方式我非常推薦 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各種的充電線 捲在一起不好找而且又非常佔空間 像這樣直接垂直掛著 減少空間又可以方便尋找 完美的解決一堆充電線的問題 接下來左邊這個很帥氣的機器 就是我最近剛買的CNC 這算是小型工作室用的機器 除了用很帥的外殼跟主機 使用上也非常安靜 不過我才剛拿到還沒仔細測試 之後可能會拍個影片來稍微介紹一下 這台就是上支影片介紹的F1雕刻機 然後旁邊是我的3D印表機 其實我對3D印表機並沒有太深的研究 單純購買便宜堪用的機種而已 左邊的架子就是一堆雜物 而這個鐵架我也非常推薦 這是在Costco購買的 價格便宜又好用 再來左邊的整理箱來追放雜物 以及另一區的洞洞滿牆 以上就是我這個小小工作室的開箱 其實還有很多需要調整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什麼建議也歡迎提供給我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看我這部影片 如果很喜歡我的影片 也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